以前我就覺得我想的事情我一定會得到 有一點自負 隨著這個時間經過之後 我覺得現在的我很可以接受自己的不足 我沒有辦法做到我心中最想要達到的那個標準 但是並不代表我會放棄 嗨 大家好 我是Nancy 又回到了我們的週日聊天時間 我最近的週日影片上片的時間比較不一定 因為老實說我自己最近的狀態有一點點的混亂 就是自己覺得自己的狀態不是很好 然後就會覺得不想要為了硬要做一個內容而去做 所以呢就是我一直比較沒有太多靈感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好像應該要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呢我就是剛好有了靈感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影片 那我今天影片呢我想要來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現在37歲的我 跟20幾歲的我 在這個十幾年中的一些心態上 對於人生的每一個面向跟每一個事情的一些轉變 那我覺得這個轉變呢 我自己覺得都是好的 就是說我自己現在回頭看 是覺得開心的 所以會開心的就是我覺得我是很認清自己 而接受自己的一個狀態 然後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一個過程 那我剛好你知道我就是常常那種晚上夜深人靜 因為我又是個睡眠品質很不好的人 我就會一直去想 可能就是檢討自己覺得目前的狀況有哪裡可以做更好 或者是回想說 以前曾經做過的哪些決定有沒有什麼是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 然後怎麼講一講的突然很感傷 其實今天沒有很感傷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現在37歲的我 一些想法跟可能大學剛畢業22歲的我 這個15年間的我一些想法上的改變 那首先我覺得第一個很明顯的改變就是 社交生活的改變 我覺得以前年輕的時候 會覺得認識很多人很重要 就是認識很多人好像到哪裡都有朋友 走到每個地方大家都叫得出你的名字 或是可以講說 這是誰誰誰 對啊我認識他什麼的 會覺得好像讓別人 覺得你是一個很popular的人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你會覺得這個就是你的人脈 但是其實隨著就是一些生活歷練啊 工作啊什麼等等的 其實到了現在呢 你就會知道說其實認識很多人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是你要認識到對的人 然後你認識到對的人 之外這個人又要能夠想要跟你達成某種程度上的一個關係 他才能夠被稱之為人脈 所以我覺得對於社交的這一塊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轉變 關於就是人脈的這一塊的想法 其實我在之前影片有跟大家分享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可以點旁邊的連結可以去看一下 第二件事情我覺得很大的不同是 對於物質生活的追求有很大的改變 這個面向又分成兩個 我們先講所謂精品奢侈品好了 因為我覺得大家講到物質生活第一件事情想到一定是 所謂的奢侈品 我覺得我自己在20幾歲的時候 會很嚮往這些東西 我今天去買一個名牌包 我會覺得我好像要因為有這個東西而去證明我可以買 好像要證明給別人看說 對呀我就是用得起這樣子的包 然後要去跟別人比較說 你買你你用這個牌子我用那個牌子 我覺得比較年輕的時候會比較容易有這個心態 就是在物質上追求會變成是 某種程度上想要透過這個方式去跟別人證明自己 然後但是我覺得隨著年紀越來越增長 然後對於一些物質的想法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改變是 今天我還是一樣會去買這些奢侈品 可是我買的心態不會是為了想要證明給別人看說 喔我買得起 而是我是真心的喜歡這個東西 我不是盲目的去追求流行 就是我覺得到了這個現在的狀況會比較像是 欸我今天看到很多人用這個東西 我覺得喔很好啊 可是我對它沒興趣 然後心中會有一種很坦然的感覺就是 我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喜好 不會為了覺得說好像要為了買這些奢侈品或是精品 去獲得同才的一些認可 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蠻大的差異是 年紀比較小的時候比較喜歡消費在肉眼看得到的東西上 就是就像我剛剛說嘛名牌包啊什麼 因為可以自己當然用的也很開心 可是別人也看得到 別人看得到喔你今天背什麼包 或是穿什麼名牌鞋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我 會更願意把錢花費在經驗上面 所謂的經驗我舉個例子就是 我可以去一趟旅行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我要坐商務艙 因為我不想要虧待自己 然後我會想要住在很好的飯店 我不想要為了省錢去睡在那種很不舒服的地方 然後或者是在旅行的時候 我不會想要去飛紅眼班機 因為我覺得我辛苦了這麼久 好不容易一年就只有這幾天的假期 我就是要好好的善待自己 然後我也會很願意把錢花費在經驗上 就是可能是去吃一頓我很喜歡的美食 或者是去看一場我很喜歡的秀 就是這個都是一些生活的經驗跟體驗 然後也是現在的我會覺得更值得把錢花在這些地方 所以我覺得在對於消費習慣上 我覺得也是蠻大的一個差別 然後我剛剛前面有稍微提到就是 我覺得在比較年輕的時候會很容易 因為在意別人的眼光 或是想要獲得別人的讚賞 可能你就會去 比如說買一些這種奢侈品 好像想要讓別人覺得很羨慕 你覺得哇你有這個能力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其實這一些事情 甚至是我自己 我覺得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去想著要怎麼樣取悅別人 然後這個別人有可能是 比如說家人對你的期待 可能是同才的眼光 可能是你身邊朋友圈 一個互相比較的心情 就是我覺得在比較年輕輕的時候 做很多這些事情這些決定的時候 都在想著我要怎麼 不管是不是取悅別人或者是 我覺得取悅或許不是最好的字眼 但是可能就是想要獲得別人的認可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我 不會為了想要去取悅別人去做任何事情 我就是只想要取悅自己 那所謂取悅自己不是說 讓你自己成為一個很自私的人 我覺得應該是說 你慢慢經過一些生活的累積 會知道什麼事情是你的能力所及 什麼是 什麼不是 然後你也會知道你的底線是什麼 然後你會慢慢的會知道說 其實不需要為了取悅別人 而有讓自己有任何的不開心 或者是去降低自己的底線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也是非常大的心態轉變 然後我記得我很久以前跟一個女生朋友聊天 因為他跟我同年紀嘛 他就說以前二十幾歲的時候 可能我們今天走進去一個社交場合 就是我們會看著旁邊環繞的所有人 會想說 哇就是這些人喜不喜歡我 他們覺得我怎麼樣 然後他們覺得不覺得我適合在這個場合出現 可是現在的我們到任何的社交場合 就是那種心態就會覺得說 我看一樣是看著這些人 可是我會覺得 我在想的會是 我喜不喜歡這些人 我想不想待在這裡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什麼真的很 絕對的是非 但是只是說 最主要就是我想要講的 就是當你有了人生更多的歷練的時候 你會更清楚知道 你要跟不要的是什麼 然後什麼是值得追求什麼不是 然後再來呢 有一個非常明確的 然後這個我就覺得是沒有gray area 它就是一個絕對的黑跟白 就是比較年輕的時候呢 比較不會去注重身體健康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是夜夜升歌啊 會去做很多比如說傷害自己身體的事情 然後或是甚至一些危險的事情 但是真的年紀越大真的是 對我來說是 當我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負擔的時候 我就更在意健康這件事情 我跟Mai就會聊 就說以前真的就是 沒有在擔心死亡這件事情 沒有很care身體健康 然後就是一直在消耗自己 然後當自己有了小孩之後 你就會覺得你不能這樣 因為你現在肩膀上 不是只顧好你自己就好 你還要顧著兩個幼子 讓他們可以健康平安的長大 所以說現在我們就會固定做健康檢查 然後盡量可能吃的比較健康一點啊 什麼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對於健康的這件事情 就是很明確就是現在才二十幾歲的你 我知道可能對你來說你都會覺得 哇追求人生的很多刺激什麼這些 很好是一個人生的體驗 但是我還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顧好自己的身體健康非常的重要 因為當你年紀越大的時候 你真的就是花時間去還你之前對於 你自己身體的破壞的這些就是狀態這樣子 對所以身體健康真的很重要 再來呢我想要講的是關於一些會失去的事情 所在不同的年齡層得到不同的體悟 我現在想要講的是關係的失去 就是關係它可能是愛情可能是友情可能是親情 其實都有可能 當然在每一個階段你對於任何一段關係的結束 其實都是非常令人傷心的 不管說這個理由是什麼原因 但是呢我覺得在比較人生歷練沒有這麼多的時候 會很容易覺得天崩地裂 會覺得今天跟這男朋友分手 我覺得我明天沒辦法活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會覺得你的人生好像失去了所有的動力 跟繼續下去的理由 但是我覺得隨著年紀增長 至少我啦 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不管是哪一種關係 其實那個心態會越看越淡 那所謂越看越淡 不是說你不覺得這個重要 而是你會慢慢的發現說 其實這個世界上不管什麼關係 其實沒有什麼是能夠保證是永遠的 就是說你今天一段友情 就算你們很小就認識到大 其實也有可能在這個往前的路途上 大家會各自有不同的想法 然後也有可能會漸行漸遠 然後相愛的兩個人 也有可能在你人生的某一個階段就突然不愛了 然後你慢慢的就會發現說 這個關係雖然真的它結束的時候 你還是會很痛苦會很傷心 可是某種程度上你比較能夠放下跟釋懷 因為當你有了這一份認知 就是你知道說 其實真的會跟你一輩子的這個關係 只有你怎麼對待自己 它才會是一輩子的 人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個體 你今天跟任何人 其實這個關係的話都是一個不斷演變的一個狀態 當然在每一段關係中 我覺得大家都是用很真誠誠心的希望 它一直的可以不斷的被維持 但是當今天有一天它沒有辦法被維持了 我也會覺得說也沒有關係啊 因為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不同的選擇 然後或許在那個時間點 這樣子對雙方都會是最好的 所以呢我覺得對於關係的失去這件事情 它好像難過還是會難過 但它可能不會這麼的讓你痛徹心扉 就是你會覺得 嗯其實這個就是一個過程一個選擇這樣子 最後我想要講的就是 大家在可能剛出社會二十幾歲的這個階段 其實大家都是很衝的 然後我也覺得其實二十幾歲這個階段應該是很衝的 心中應該是要有無限的 暴復跟理想想要去實現 然後想要去不停的嘗試跟闖蕩 我覺得這個 mentality是非常好 然後我自己就是這樣子的個性 然後我也很感激二十幾歲的我 我的確在這個時間點內 我有去付諸我自己的權力去嘗試不同事情 但是呢我覺得到了一個現在的這個階段 其實我會認知一件事情就是 可能以前的我會覺得滿腔熱血的對於某件事情 或是甚至曾經某種程度上會有一點自負 所謂自負就是我應該可以做什麼大事 或是我應該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是我把我的報復放得很大 但是隨著這個時間這個歷程經過之後 我覺得現在的我的狀態是 我很可以接受自己的不足 所謂接受自己的不足就是 我接受了我沒有辦法達到像我身邊很多很厲害的人這樣子 然後我之前有聽到句話也覺得很好欸 就是他說想得而不可得 就是以前我沒有想過這種事情 以前我都覺得我想得的事情我一定會得到 但是我後來長大發現你人生其實有很多事情是 決定權不在你選擇權不在你 甚至很多事情是你想要得到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所以老實說人生的大部分的事情都不是靠努力就可以得來的 我覺得努力是基本 但是你想要得到你想要的東西大多數的時候是需要努力加機會的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的我很可以接受自己的不足 我很可以接受說 我沒有辦法做到我心中最想要達到的那個標準 但是並不代表我會放棄 我就會覺得說欸我還是有在我的能力範圍中付出最大的努力 但是我同時也能夠接受說我的努力不見得會獲得成果 應該是說認清自己的不足 然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然後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愛自己 然後跟自己非常和平的相處這樣 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影片 然後今天的影片可能不是這麼的 就是我不是要跟大家講一些什麼很正面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很真實的一些經歷跟心態 但是我覺得今天不管現在的你是二十幾歲的你 還是跟我一樣三十幾歲四十幾歲 我覺得最重要我想要傳達的是 我們人生在每一個過程中 這個想法都是會不斷的因為你的人生歷練而改變 然後這件事情沒有絕對對與錯 但是我覺得最終的我們要試著去做到的就是要忠於自己 學習的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跟不足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你才能夠是真的日子過的是非常的坦然 然後非常的知足滿足的這樣子 OK好希望今天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那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囉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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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